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中皮肤诗3的直播平台 我们今天呢,一经小字典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一般人读作角 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读成绝 这个字呢,其实它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作角 例如说,角落、好角、八角、角立、口角、对角、好角等等 这个角呢,我们常常讲说野兽头上突出之物 例如说,牛角、鹿角 就是在野兽的鼻子前面或头上面 突出一个坚硬的地方,这个我们叫角 那几个学上呢,我们常常讲直角、三角形、顿角、三角形、对顶角、三角 像这种都是读的角 那另外呢,一种吹管的乐器呢 也叫做角,例如说号角 那角也是我们中华民国钱币里面最小的单位 一角、两角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同币了 大概十角钱等于一块钱 那另外一种读法呢,读到角 角,例如说角色 例如说,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演员参加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角色其实不是太正确的练法 一般人练成绝色 那这个绝呢,最小是我们讲工商角之语 在五音的时代 这个五音呢,据说是皇帝时代的乐观 这个乐观名叫灵伦 这个人所发明出来的五音系统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 这个音符呢,是七个音 Dolomiva Solasi 七个音 这个工商角之语 诀音呢,大概是七音当中的mi 这个音 所以呢,这个读作 绝,是五音系统当中的 中国华夏民族当中 这个工商角之语 古代的五音 古音的类似mi 这样的音 这是一个全音符 这是一个全音符 那另外呢 有一个二十八星秀里面呢 有一个叫绝秀 它是二十八星秀 当中的一个星秀 然后这个星秀呢 通常作为东方苍隆星座 我们讲说 东方苍隆星座的第一颗星呢 我们叫绝星 叫绝秀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非常常见的字 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它怎么念 认成绝 我们看绝秀 或者是工商绝子语 或者是绝色 都是通常的练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待 我们会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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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期待 这次就会有期待 我们会有期待 的目标 虽然是 最后一会 是 这次